30号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特定从北京南下和马前总统在武汉相见 6号傍晚在上海设宴践行会中话说的直白 宋涛在当面强调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事 我们是一家人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家里的事好三两多三两 次次见面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尤其在蔡总统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后 更挑明家里面的事商量着办 绝不能让外人插手 勾连外部势力搞台独注定失败 两岸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荣光 转达着习近平的统一梦 前总统马英九没表明立场 还附和因珍惜折二共事必战谋合 两岸都是炎黄子孙 因一起推动和平振兴中华 1998年古王会晤地点就在和平饭店八楼 马英九六号中午特别走访和台商闭门座谈后 再到四行仓库 听管方人员还原女童子军杨慧敏 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国旗 进入四行仓库画面连连鼓掌 一趟季组行处处是惊奇 夸赞中国什么都很先进 不过马前总统七号返台在机场迎来的 除了蓝营支持者的掌声 势必还有不满马先生言行的抗议 三连新闻王家宏 莫文轩 台北报道